第二问题 共同经营中的合营方的快处理 第一般快处理原则 合营方应当确认与其共同经营中的利益的份额的相关的下列项目 并且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快处理 所以这块内容和一般的单独组体的快处理方法 我觉得有些内容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咱们说刚才那个出租哪个 你出租5000万我出租5000万 然后干什么买个大楼 买完大楼后 然后咱们住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我确认我的单独确认持有资产 我借记什么投资性房子 你们也借投资性房子 那5000万也没5000万对吧 所以说按照各自的快据准则来处理可以了 所以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 一件份额所确认的共同持有资产 有些资产可能是共同的 那么分别按比例确认就可以了 第二是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你确认的负债 比如说你发你的工作我发我的工资 有人员吗 对吧 你交你的税我交我的税 那有增值税有所得税问题吗 一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费用 三是确认出售 其所享有的共同进行产出份额 所产生的收入 有些内容 比如出售一些资产 那么有收入吧 这收入怎么办 这收入咱们按比例呗 那么第四按其份额确认 共同进行出售产生的收入 那么租金收入 你确认你的我确认我的 对吧 所以这收入两个收入 那么比如说 那么我们刚才有租金收入 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对吧 都按比例 同时费用呢 那费用是这样的 你确认你的我确认我的 所以账务处理没什么 和一般的块处理没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需要走长头而已 那么何一方可能将其自有的资产 用于共同经营 那么如果何营方保留了 对这些资产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的 这些资产的块处理 与何营方自有资产的处理 没什么差别 比如说我出资一部分 你们出资一部分 咱们生产汽车 我用我的厂房 用我的厂房 用我的机设备 用我的这个人员 来生产汽车的某一个部分 那么好了 这部分的厂房 这部分的厂房里面的机设备 产权还是我的 对吧 还是我的 所以这些资产的块处理 与何营自有资产的块处理 没什么差别 该怎么处理就处理 记得看 那么何营方也可能与其他方 共同购买资产来投入共同金 可以吗 可以 并且共同承担 所经营所产生的负债 此时何营方应该按照 快与准则的规定 确认这些资产和负债的 利的份额就可以了 分别按照有关的 比如固定资产准则了 什么金融工具准则 来确认和计量就可以了 下面看一道例题 21年1月1号 A公司和B公司共同出资 购买一个写资楼 拥有该写资楼50%的产权 用于出租收取租金 合同约定 该写资楼相关活动决策 需要经过A公司B公司 一致同意方可作出 A公司和B公司出资比例 收入分享比例 费用分摊比例均为50% 该写资楼购买价格是8000万 由AB公司银行存款支付 预计使用寿命20年 残值320 用直线法按月来集体折旧 该写资楼的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为10年 每年租金480万 按月交付 该写资楼每个月支付的 修理费维修费2万 另外AB公司约定 该写资楼后续维护 还有维修支出 包括再装修等等 以及该写资楼相关的任何资金需求 均由AB公司按比例承担 假设A公司和B公司 用成分法对投资性房地压后续量 不考虑其他因素了 本例中 由于该写资楼相关活动决策 需要由A和B两方一致同意方可做出 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 所以称之为AB公司 共同控制该写资楼 那么购买和出租写资楼 是一项合颜牌吗 是 这第一 第二 有没有一个单独主体来架构呢 没有 没有的话 没有成立公司 那好了 这叫什么 这叫共同经营 翻路 买大楼的时候 我们A公司就编我们A公司 B编B的 出资时 借投资性房地产 贷银行存款 8000万的50% 4000万 你劝你的 我劝我的 那么第二 租金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480万 成50% 你一半我一半 除以12个月按月来确认收入 同时每月提折就 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计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就 原值是87万 靠掉残值320 除20年 除以12月 再乘50% 16万 修理费 50% 一万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银行存款一万 完事了吗 那不就完事了 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难度 第二 合营方向 共同经营投出 或者出售 不构成业务资产的 快处理 这个内容 我只想说一句话 这个内容 我们在长期古真投资 全以法核算 讲过这个内容了 那么注意的内容 关键词 不构成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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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一句话 抵消不抵消 内部交易 抵不抵消 抵消 就一句话 抵消就行了 抵消就行了 所以记住一句话 所以来看一下 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 这不是投出或出售不顺流交易吗 在共同经营将相关资产出售给第三方 或消耗之前 那么应当仅确认归属共同经 其他 看那么还是那个其他三个 我自己那块不确认 我们要抵消掉 自己那块 注意再说一遍 我们不能确认 那么应该仅确认 应当仅确认 归属于共同经营 其他参业方的利益得和损失 但简直出来 简直还是权和权 所以还是那句话 税流交易 那么这块内容抵消吗 不构成业务的 记住抵消就可以了 好 那么再接下来第三 合营方 自共同经营 购买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快速力 就不类似我们前面讲的 一流交易的内容吗 还是那句话 还是什么的 抵消 还是抵消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应当确认 应该向交易的损失中 该合营方 应享有的部分 还是那句话 所以二和三 再说一遍 不构成业务 你卖我卖 你无所谓 你卖我卖 无所谓 谁卖谁都无所谓 反正这一块内容 记住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所讲的 只要不构成业务的 那么这个内部交易 这部内容的 随意要抵消掉就可以了 快速反应反应吧 A公司和B公司 共同设立一项 安排C 那么也就A 还有B 共同设立个C 这个C安排 不是公司 先说不是公司 那么假定 该安排 划分为 共同经营了 A公司 A公司 B公司 对安排C的资产 负债 及损益 各按50%的份额 21年12月31日 A公司支付采购款 100万 购入安排C的资产 A和C之间的交易 A公司将该批产品 作为存货入账 尚未对外出售 那么该项产品 在安排C中的账面价值 60万 100万和60万 分析资产负债表 对该项存货的账面价值 不就为时间内部交易吗 这A和C之间的交易 对吧 所以安排C 因上述交易 确认了收益是40万 那么A公司 对该收益 按照份额 享有的就是 50%20万 但由于在资产负债表日 该项存货 没有对外销售 没有销售 专方 因此 该没有实现 内部销售的 这个损益20万 应当怎么办 抵消 不就完了 和我们前面讲 内容一模样 相应的减少 存货的账面价值 但B公司对该收益 享有20万 那么应该 那个人家都管不到 人家管不到 所以B公司 享有20万的收益 反映在A公司 存货账面价值当中 那又只是 抵消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就可以了 好 第四 核英方取得构成业务的 看好了 构成业务的 共同进行利益份额的快速 这部内容 这部内容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权益法内容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这部内容 就一句话 确认不确认 赵阳 前面确认法确认吗 确认 那么这块确认吗 确认 那确认 所以看这个 且应当按照 且合并准则相关规定 判断该共同是否构成 构成业务 是否构成业务 如果构成业务的话 构成业务的话 那么这块内容 注意 和我们前面讲的内容一样 所以应当按照 且合并准则相关规定 进行相应的快速处理 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内容 没有什么单独的 不需要抵消 不需要抵消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权益法的道理一样 所以了解 二三四 这三个内容都了解 第三个大问题 对共同进行 不想有 不想有 共同控制的 参与方的快速处理 一 那么对共同进行 不想有 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先了解 非合影方 那么如果想有 该共同进行 相关的资产 并承担 该共同进行的 相关负债的 比照合影方的快速 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没有 没有什么 没权利 没有权利 比如说 你们出资 你们出资 购买一个大楼 出租 我只占 其中的百分之一 只占百分之一 我也是一个什么 一个合影方 但是非合影方 我们所讲的非合影方 不想有共同控制参与方 我只是 只其中的一员 但是我没有分享控制权 这种情况下 我和你们的招务处理一样吗 一样 你劝你的资产 我劝我的资产 你劝你的租金收 我劝我的租金收 各走各的 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没有 表迹权而已 那么这样 关于合影企业 参与方的快速力 那么合影当中 注意这是合影企业了 合影企业了 在合影企业中 合影方应当按照第二号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 对合影企业的投资 所以借长头 借长头 这玩意识了吗 这个内容我们前面讲过了吗 讲过了 所以说你出资50% 我出资50% 购买一个大楼 购买大楼 然后干什么 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的话 那么好了 你们要借长头 我要借长头 他那单独核算 是吧 好 所以这块要走长头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对合影企业 不想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叫非合影方 那么按照其在合影企业 影响程度 进行快速力 那么对该合影企业 具有重大影响的 重大影响的 还是按照 长头的准则处理 合算对合影企业的投资 那么对该合影企业 不具有重大影响 那么这时候按什么 按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 准则的规定 那么进行处理 那比如说 你可以划分什么 交易性金融产 也可以划分 其他权益工业 一般来讲 划分其他权益工业 可能更合适一些 可能更合适一些 考试看清楚 屏幕中一定会告诉你 是吧 所以按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处理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到了为止 我们这个支点讲完了 所以这个支点 应该说难度呢 不大 难度不大 但是很多考生认为 难是难在什么地方了 就背不下来 就背不下来 那么这个内容 大概的 大概的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到了为止 我们这一章讲完了 这一章我花的时间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 我再说一遍 这一章的重中之重 就两件事 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 什么来着 权益法 那么第二件事呢 转换 就这么两件大事 而且两件大事 这几年 两件大事 年年一定必好 年年一定必好 而且和河边报表结合 其他都是围绕 比如说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错了 后面都错 那是他这个基础 对吧 好 那么成本法的核算 那么和和河边报表结合 我们在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关键权益法和转换 大家一定要把我考 好 这章我们讲完了 第一 要求大家 赶紧趁着打铁 把讲义捋顺一下 有人说这个我听不懂 听了好几遍听不懂 听不懂 说明你没有备合计 记住说备合计 那么第二要干什么呢 第二要做题 要做题 做题的话 做我编写的硬式指南中题目 先去做一下 没关系 先做一下 从第一道题开始往后做 那么再说 硬式指南 前面的一些解释内容 没有时间可以不看 因为你听过我的课了 听过我的课了 前面内容可以不看 但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历年的真体 可以看一下历年的真体 那么真体我也讲过了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大部分时间是放在后面做题 一定要自己做题 我后面西地班还会再讲这题目 20年的考题 我们后面在西地班再说 那么再往后呢 就该记合背了 真的记合背了 这些东西投资适难 因为15中大家不接触 所以大家记合背 然后再一件事干什么 往后与习 同时巩固前面所学的支持 不要到这儿 就是半多二倍了 记住我说的话 记住我说的话 那么即使这一张 还是听不懂 听两边还是听不懂 往后进行 一定往前走 大踏步的往前走 但是也要避免 为了听课而听课 为了赶进度而赶进度 这些内容都得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张我听不懂 听了好几遍还听不懂 先放一放 赶紧往下走 要不然的话 耽误时间太多 因为我们必定考试 再学下一张 那么过一段时间再反过 再去学第二遍 再学第二遍 这张内容 我起码 我一般的经验 起码要学三遍到四遍以上 你才会慢慢的领悟到里面的这个精神 好 这张内容我们就讲到 谢谢大家 你们辛苦了